披薩盒 戶外装备 滑雪地毯和照相纸 有什么共同之处 他们通通离不开PFAS PFAS是数万种化学品的总称 生活用品几乎样样都能找到它 PFAS半衰期非常稳定 因此也被称为永久化学品 他们有很多种方法 从你吃的食物 到你坐在桌上 到你放在外面的热衣袋 在外面的热衣袋 沿河 喝水 以及在那里的血流流 美国专家表示 PFAS是迄今为止最具威胁的人造化学物质之一 最新研究发现 全美45%的饮用水遭PFAS污染 科学家踏遍全美 采集超过700个私人水井和公共水源样本 浓度最高的地区就在大平原 五大湖 东海岸以及加州中南部 被检测出至少一种PFAS的供水设施 大多在都会工业区和掩埋厂 肉眼看不见的化学物质具有防水防油特性 若在人体内累积可能造成癌症 发育迟缓 生育能力下降和荷尔蒙失调等疾病 PFAS超过1.2万种类型 目前技术只能测出其中32种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警告 这种化学物对环境和健康的危害远大于科学界的认知 环境保护署证实使用拥有逆渗透技术和活性碳等功能的 进水器能有效去除PFAS PFAS不会被海水稀释 随着全球变暖 有害物质更容易蒸发到大气 并随着气流到达较冷和人烟稀少的地带 戴新闻 洛泽进编译